不如先說一段時間,但每一集我都會必定講不厭其犯,講到很多臭謾都要講下去,就是哪一天是最後一集,以及三個月的重溫費用收到幾時, 最後一集我定了在Facebook宣布228,退後兩個星期,就是3月14日,我強迫症發作,原來那天是240集,不如齊濕濕,感覺舒服一點。 先說一個期,這個期就是3月14日,原來我自己計錯數,如果我數安全期就麻煩了,大家不要想什麼, 即是我說投資的安全期,譬如你做了定期,什麼時候就拿回來,你提早的安全期,早的安全期,你拿回來會佛息,這種安全期 原來我想3月7日就最後一集,為什麼會這樣呢?我原本打算做到3月7日都是,但我靠了,239集,做一集去到240,結果打算是3月14日,原來我數錯了, 在農曼年初三,本台是不開的,即是那一集是不會播放重力犯罪課,大家都知道過了,我都不會特別在那一集錄,因為大家那一段期間, 看這些節目吧,這樣,縮了一集的時候,做到3月7日,就是238集,238,我沒有數錯,今集是226, 所以238好過239那麼卡啦,沒辦法逼我再做兩集而已,3月7日最後一集,如果我們三個月的月費,是會收到12月14日,放心吧,到那天我Facebook都會說, 截的了,但截了呢,是不會買不到的,截了呢,都會轉月plan的,不過如果你每個月買月plan,就可能貴幾元,即我暫定,我暫定, 是70元除三,然後尾數除不盡,可能定月plan是25元,但現在未賣,到時倒數完三個月裏面才要賣,所以大家想支持,仍然可以給錢買到重溫的, 另外就,還問我有沒有做新節目,第一,大家知道解密,或者叫做,這個叫情浪解密,什麼都好, 剛剛開始了,但實質上它有幾長命,我也要看回那邊台的狀況,因爲呢,一切呢,看回MHK,譬如金主他們自己也有講過,就是, 那個營運上比較吃力,而暫時,他們有些節目都是在做,很久都是剪掉的,雖然那個節目剛剛開的,但放心,還未收你費用,現在他都可以free投兩集, 那到底是否可以,不會被腰斬長溫下去呢,是未知之數來的,那,譬如做,例如做都市黑帽,情浪解密這些,那,都是關於陰謀論,都市傳說等等, 他會,相對不會一個連貫性走到尾,還有中間呢,拍檔幫到手,爲什麽呢,除了拍檔講得之外,而是,大家留意集數,我想有八成,隨時九成的集數,是有中文資料,有出名的都市傳說,那些可能歷史資料,那變成,拍檔就可以,阿晴就可以幫到我手,大家如果有看昨晚一集都知道,他幫了我講了很多,那,之後下個禮拜都會在那裡講很多,那我就, 我做節目呢,已經做了四年,我是求舒服,求舒服,求輕鬆,那不是求任何東西,那,所以呢,他說,有想過,其實沒所謂的,頭一次交吹,不講案件,未來再講別的東西,那我說,等什麼呢,等,看看那邊,收不收檔先,那邊不跟我作主, 有機會慢慢講,這一邊和那邊的制度不同,那邊是屬於,即是,某程度上是委任制,即是,他叫你和你談,給你一個節目做,會批發一些,可以叫囚禁,那另外,如果,這個節目付費收到,去到你上,也都是有委任制,那, 原來我發覺,我最近大家說了幾次的節目名字,新節目,我是製作完錄完一輪,我才在聊,到底有什麼報酬,從來沒有問過,那身邊的朋友就說, 為什麼你不問這些,那不是認真的,這些是,當作玩的,這些是,所以就是,沒有再,沒有再問這個問題,所以那些人覺得我是,有一個朋友還瘋了,他WhatsApp說,哇,你今天才知道, 原來藍莎,你隱形富豪,神經病,那怎樣,我訂了一輪隱形戰車來,說到一個,這個交吹,那這裡我們是,完全是,自負盈規式的一個,格仔舖式的一個生意形式,所以有些不同,那未來再, 那我想說,那些朋友就說我,是比較mean,就是比較毒蝕,那,其實很小事,啊,這樣也毒蝕?